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长逢骑士 余姑娘 二位怎么突然来我龙山楼了 三楼主 由头大人 此番前来 是想向二位汇报 任务榜上的魔人一事 长逢骑士此言差矣 怎敢让阁下向武汇报 莫非是魔人一事 已经查出眉目了 这难道就是水源道观丢失的宝物 海洋箭矢 弯刀萌勾结魔神会 以魔化的海洋箭矢 再毁灭山脉制造魔人 既然事情已经查明了真相 还请楼主兑现承诺 我记得 十年前 莫阳神杀死我爹 带给我娘 请你帮我杀了他 帮你 那你拿什么来换呢 换 当然了 交易 可是龙山楼的条件 那你要什么 达到流星级 才有可能获得黑铁令 只有强大 才是最有力的武器 你 还是回去吧 是我 东伯雪印 感谢楼主 十年前拒绝了我 这就是实力达到流星级的修行者 才有资格获得的黑铁令 它既是实力的象征 也是与我龙山楼契约相连的证明 既然有资格问我龙山楼获取情报 就要接受我龙山楼的约束 一旦发出召唤 所有黑铁令的持有者都将集结 接受指令 楼主 我现在拥有了黑铁令 请龙山楼接受委托 查出我娘墨洋瑜的下落 现在还不行 为什么不行 龙山楼的悬场令里 还要求查清魔族的计划 可现在 对魔族的计划一无所知 一切都只是推测 所以你的任务 只完成了一半 简单来说 你还得抓回葛宾 好 来日我抓回了葛宾 希望楼主 能够对行承诺 你若做的 我必履行承诺 幼儿 这龙山楼也难免过于魅伤了 对待长风骑士的态度 和对待我们的 简直有天壤之别 人之常情 很正常 反倒我应该感谢他 当年拒绝了我 否则 也不会有现在的我 不如你和我一起回元老会 元老们一定会想办法抓到葛宾 不会让魔族的计划进行下去 他们的力量 一定比你一个人的力量要强 抓住葛宾势不宜迟 若是集结各门派之地 或许会更快地找到线索 好 总书 你先回去 我随长风骑士一起去 英儿 出门在外 不必在家里 反事不可直来直去 我看尘二位虽数超凡势力 但并非蛮横之人 我们血营里的人虽然高攀不起 但是出门在外 多个朋友总比 多个敌人要好 放心吧 总书 我知道 二位 雪营就拜托二位了 如此说来 弯刀盟投靠了魔神会 魔族余孽 有卷土重来之事 没想到我水源倒灌的 海洋剑石竟被魔族利用 赶出这种事来 那葛宾也算是个流星级别 他连斗气都没有 当真击败了葛宾 晚辈亲眼所见 奇怪 根古奇特 但三百出气学全被封死了 难怪你至今没有斗气 要不是个百年难得一遇的好苗子 要不就是个废材 这位赫山主 是天下第一高手 也是天下第一舞痴 你很特别 他多看你亲眼 没有合意 大敌当前 我们还是不要自乱阵脚 司空灌主说得对 魔神会竟在浑然不绝间 造出数量如此多的魔人 若不是魔人出来伤人 只怕我们还蒙在鼓里 这的确是我们超凡门派的失察 抓捕葛宾一事 更不应该 靠这位少年的义己之力 而是我被职责 我门下弟子崔庸 沉稳干练 办事一向得理 他可与你同去 如今他外出未归 你可以在道观铸上几日 多谢司空观众 不过在下不敢再等 雪英领也有帮手 在下自行去抓不可 兵便是 弟子冤枉 也好 是该历练历练了 魔族鱼孽蠢动 各派要加强戒备 倘若魔族和我下族开战 保卫龙山国是我们所有人的职责 更需要培养出更多的后起之秀 以源源不断的力量 来保卫我龙山国和下族 秋白 在 长逢学院招考一试 尽快提到日程上来 遵命 锦秋 你一向循规蹈取 不善多言 刚才在宫中 真是让人意外 弟子只是陈述事实而已 你从小在掌门师尊身边长大 确实与他相相 蒙师尊厚爱 吕思事宜让我收你为徒 这次你若考入长逢学院 就该改口叫我师父了 弟子定不负师尊和师叔的期望 行 小兄弟 长逢学院随时欢迎你 多谢长逢其事 但在下目前心里 只有舅母一事 其他事情尚未考虑 师父 我们令主回来了 令主回来了 令主回来了 我们令主回来了 太好了 令主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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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是哥哥回来了 哥哥回来了 四令叔 宋三叔 哥哥回来了 快来啊 令主回来了 令主 令主 太好了 令主 到了 令主回来了 令主 令主 快点 令主 快来啦 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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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回来了 好想你啊 等一下 我给你准备一位烤东西 太好了 黑铁令 宋叔 哥哥专业有黑铁令了 我介绍一下 净秋 这是我弟 东伯青石 这是我两位授业的师父 童三叔 宋灵叔 这位呢 是水源道贯的弟子 于静秋 他来协助我 一起捉拿可变 静秋姐好 我都听说了 你可是我们家 雪莹的救命恩人 也是我们雪莹的恩人呢 对对对 也是我的恩人 恩人里边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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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